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在生活里只有打游戏的时候才最认真 朋友说一句话比我说十句还回应 感觉她就是个孩子 不懂浪漫 生活没有仪式感 我女朋友在生活中非常强势 一切的事情都要按照她的步骤来 又会穿什么 做菜是先放胃精还是先放盐 大大强小的事情都要管 我希望她能改改 她非常想结婚 但是我对婚姻有恐惧 对生孩子更是害怕 毕竟我这么大了 终于找到了理想的她 可是她却不想跟我结婚 现在我家的人也在催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来 掌声有请这一对 有请 李先生三十一岁来自湖南 房产销售 彭宇是三十四岁来自湖南 各纸 来 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小片里面有一句话 这个印象特别深 说我对婚姻和生孩子是很恐惧的 这种恐惧来自于什么 因为我离过婚 离异是吧 对 因为上一段婚姻 应该是很草率的决定吧 也是因为家里不予 然后因为不了解而在一起 因为了解而分开 所以进来以后 我对婚姻非常非常的恐惧 因为不了解 是这意思吧 对 所以你是害怕结婚是吧 我害怕结婚 我也害怕生孩子 这个为什么害怕呢 因为我现在三十四了 应该属于高龄产妇了吧 而且我觉得我现在也没有 能力去抚养一个孩子 还有教育一个孩子 再一个就是 我很多闺蜜都生了孩子 我每天都是听他们在那儿跟我说 孩子怎么怎么的不好带啊 那个又不听话什么 老公也不管啊 我就好害怕自己走上那条路 你怎么想啊 要结是吧 对啊 因为我觉得现在你像房子也有 车子也有 已经具备这个结婚的条件了 然后两个人感情觉得也不错啊 那干嘛不结呢 那我不干 我就现在不想结婚 我也不想生孩子 那您想怎么着呢 我想再磨合一下吧 这怎么个磨合法呢 我觉得她 我觉得她老是就是嘴上说想跟我结婚 但是我觉得她 行动上一点都不在乎我呀 哦 她经常就是打游戏 打得都根本就不记得 有我这个人了 你怎么没有 上次你 我记得有一次吧 就是我在公司快下班了 那天下很大的雨 我就想发微信 问她来不来接我 然后我发了三个四个都没回 我就打电话呀 她直接给我挂了 然后我再打一个给我又挂了 我就担心啊 我不知道她怎么了是吧 然后她过了很久 给我回过电话 我打游戏呢 你干嘛这么着急啊 然后我非常的生气 我直接把她电话给挂了 我也没听她说完 我就觉得她不在乎我呀 打个游戏比我还重要啊 哎就就就一回嘛 干嘛挂上电话 去吃打游戏是吧 嗯对 因为那一次呢 其实是这样的 就是说跟队友一起下一个副本 然后一起玩的时候 肯定是退不出 我之前也看到她那个 发的微信 就问我什么时候去接 然后我大概也就几分钟的时候嘛 我就后来就打电话给她 刚说一句话就把电话挂了 然后就打电话也不接 发信息也不回 最后搞搞得两点多钟才回去吧 那你打个游戏 你不接我电话挂我电话 我还不能故意玩失踪 然后让你担心一下 体会一下我的感受啊 哦 那你后来呢 后来还找了借口出去玩呢 我哪有 那还没有 那没有 那一次就是说 我去她家接她 本来就是说一起出去玩 然后她走出来 我觉得她那个衣服我就说了一下 我说你穿这个不好看 然后她趴了一下就说 夺梦而出了就走了 然后也是玩失踪了 最后还是她那个什么 男同学送她回来的 没有好吗 那天本来是这样 我的同学叫我去聚会 我想带上她一起 我说你来家接我一下 我化个妆 然后她就在那儿 一边打游戏一边等我 然后我就听到 她跟游戏里面 应该是一个小姐姐吧 就在那儿聊天 她说你别怕呀 有我在呀 然后 你还说你 你这身衣服不好看 哦 我当然我 我用行动告诉她 我很生气 哦 然后她现在都不知道我在气什么 那也没有啊 就是鼓励一下队友嘛 那有你那么温柔的鼓励吗 你也没见对我那么温柔过啊 那你呢 队友那么强势 我吃个饭 你都不让我吃饱 一餐饭 只让我吃两碗饭 就觉得我吃多了 不是多大的饭 咱借那个饭 这么大 哦 不是 正常人一天吃个三餐是吧 他一天吃个四五餐 可能还不够 人家不提倡少食多餐吗 不是 他吃的那个菜很油腻 我就是为他的身体健康着想 哦 我跟他谈恋爱的时候 他才一百三 现在一百七了 我很担心就是 生日很幸福啊 不是 可是你幸福也得身体健康是吧 你身体健康了 才对我的下半辈子负责呀 你自己没有 反正你也没打算跟他结婚 负负负责 咱不想那么远 他不是老是跟我说结婚吗 结婚结婚啊 想结婚就别吃了知道吗 就这意思啊 但是我也要吃饱呀 人总不能吃饱饭嘛 那我没让你吃饱 你怎么长得这四十多斤啊 那不是多餐吗 还挺可爱啊 刚才说那事说完了吗 他在游戏里面逗小姐姐 你要去同学聚会 对 后来就是他说你衣服穿得不好 看那事就算过了是吗 他往上怀疑我 他就说我有什么男同学啊 送我回家 其实根本就不是那样的 我也跟他解释过 他就是不信 因为我们有一个同学群 就是五个人 然后里面四个女的 一个男的 每次聚完会之后 就那个男的 就是挨个儿把我们送回家 他就老是说 我跟那男的好像有什么似的 其实根本就没有啊 那上次呢 我跟他就微信聊天 聊到一点多钟的时候 他就突然也没说完 没说什么 就直接失联了 然后过了一个多小时 他当然发信息过来说 是什么跟别人去打电话去了 那你说的别人是谁啊 那不就是你那个什么的 男同学了 你又不是不认识 我们是群聊视频 我们一个星期 大家就是聚一到两次会 然后他是群主 他每次就是说 给我们发的视频啊 问问我们的意见 下次聚会去哪啊 主题是什么的 然后我们都是四五个人 一起开着视频在那聊 他就老以为我跟他单聊 单出去什么的 其实根本就不是这样 好吧 我觉得你这样 让我很没有安全感 那你打游戏 我还没安全感呢 老是跟小姐的聊天 还要去保护别人 那既然都没安全感 干嘛不结婚呢 所以你的结论 婚姻是安全感是吧 就是一个爱情的保障 爱情的保障 我们现在谈恋爱 我跟你的生活 都是那么枯燥无味 是吧 昨天过节过生日什么的 反正也没见他 给我送过什么东西 就没有仪式感啊 对啊 我送过 我不是送了你 一大袋的柚子吗 你平常去我家吃饭 你也给我买两个柚子 我去他家陪他吃饭 他也是买柚子给我吃 然后好不容易过个节 你给我买十多个柚子 我能吃了那么多吗 那不就买了多一个惊喜吗 只有惊没有喜 我就感觉他一点都不懂过 我记得他那时候 霍生日的时候吧 我非常重视 我还请了半天假 一下午在家 度质那个房间啊 给他扎气球啊 然后把房间弄得五彩缤纷什么的 给他的惊喜 然后他还真的是蛮感动蛮惊喜的 其实我那个时候 我也是想告诉他 我是一个懂浪漫 也非常喜欢浪漫的人 但是他好像就是没有体会到 那后来我不是也送了你巧克力吗 主持人你知道吗 人家那个送巧克力 都是一整盒的礼盒是吧 他就这么大一块巧克力给我 我怀疑他是去去买东西 没钱找 然后找块巧克力给他 他转送给我了 那后来不是觉得那个巧克力 礼物太担保了一点 我还给你充了两百块钱花费呢 我觉得这也太普通了 一点过节的那个气氛都没有 是是是是是 不够浪漫 对啊 你老是说想结婚结婚什么 你都是嘴上说 然后他 你知道吗 他打游戏 一年得花多少钱 他还骗我 他那个号啊 我说你这充多少钱 你老是怎么守着打 他说就几十块 然后我就不信嘛 我就拿他那个号 我就给我朋友看 我说这号 这级别要充多少钱 才能打到这个 他说那起码是一万多呀 我说是人民币 还是金币啊 他说肯定是人民币啊 那他打个游戏 要充这么多钱 然后他自己充也就算了 他有时候还给他的队友充那个金币 那我们以后要是结婚了 他老是这样子 我们怎么生活呀 那不是什么跟队友充啊 他说那那个号 我是玩了有大半年了 又不是什么一个月一次充这么多 你大半年充一万 然后一年是两万 后来没有充了嘛 他说那个朋友 那个是人家微信里面没有钱 给我借的 人家打游戏 问你借钱你也借 那要是我们结婚以后 今天这个朋友管你借钱 那个朋友管你借钱 你都借啊 那我们还要不要过日子啊 那不是你后来跟我说了吗 我就不借了 然后现在人家问我借钱 我就告诉人家 你不要问我借钱 一百块钱下的 我不好意思问你要吗 一百块钱以上的 我又怕你还不起 您这都是一些什么朋友啊 一百块钱以上就还不起了 我觉得他就是这些借口多 你那才是不跟我结婚的借口呢 他脾气是不是特别大 有时候就莫名的发火 比如说为什么事会发火 除了打游戏之外啊 就是做饭嘛 我先把菜给切好了 我就准备去炒菜 他就发脾气 你那个针板啊 刀子都没洗 你又炒什么菜 什么事情都要按照他的步骤来 我就感觉吃完那饭 是吧 一起洗啊 你一起洗过吗 我现在基本上是一周去他家 给他打扫两次卫生 就跟终点公似的 然后他还写什么 你怎么那么干净啊 你衣服老是经常这么洗 多浪费水啊 你不能放在一起洗啊 就老实讲 我感觉就是 如果真的跟他结婚之后 我估计他什么家务什么都不会做 然后就是我们吃完饭的那些碗 什么的放几天他都没关系 然后也都是我去洗 他还说我强势 你俩交往多久了 快两年了 那个喜欢什么呢 那个时候一起 经常出去玩那个觅食逃脱嘛 然后我觉得他胆子挺大的 又聪明 然后说话也幽默啊 那个时候微信聊天对我也细心啊 关系什么的 反正就感觉还挺好的吧 然后感觉后来就慢慢慢慢都变了 可能是他觉得我现在很喜欢他了 所以他就变了 好好好 我觉得我没变啊 哎 打游戏和结婚只能选一个 选结婚 结婚 他骗我 这都什么反应 怎么就骗你了呢 他肯定是就是套路嘛 啊套路啊 我电视剧看的多 电视剧看的多 我只想跟他结婚播 我套路他什么啊 哎 你想跟他结婚是为什么的 因为我觉得他 除了比一些性格暴躁以外 对我其实还是蛮好的 那时候生日啊给我布置啊 然后又上我家搞卫生啊 哎 结婚之后可能就不能打游戏了 知道吧 嗯 结婚之后可能很多卫生 也不能多吃啊 你要搞的啊 结婚之后还得节食 不能四亿瓦没得吃 对吧 还蛮痛苦的啊 我 我 行吗 总 总 要我吃饱嘛 就不能吃饱 你吃饱可以 但是你得运动啊 他也不爱运动 那你呢 就是结婚之后 你肯定要改变你的很多行为模式 有个生活方式 你愿意吗 我 你愿意吗 我愿意 我愿意 但是我 可以吃饱了再运动啊 好 但是你 结婚前你都没做到 你怎么能保证结婚后 你能做到呀 你可以监督我呀 好 结婚你不就监督我吗 我现在就是不想结 是不想结婚 还是不想跟这个单人结婚 我现在跟谁都不想结婚 那还有谁啊 那还有谁啊 哎呀这天是怎么 就是这样被你了解 他就是这样喜欢这么抬高啊 每次跟他讲不清楚 不然也不会上这来了 对对对 如果一定要 给一个嫁他的理由 这个理由是 我暂时没有考虑过这个问题 比如说 是因为他有实力 比如说是因为他可爱 比如说是因为他可爱 就是想 你希望他成熟 对 所以到现在为止 其实没有什么吸引你可嫁给他 是吧 但是可以作为一个交往对象出的 是这意思吗 我现在真的没有感觉 他特别想跟我结婚啊 难道我对你不好吗 嘿嘿嘿 那天你说你饿了 早上才六点多钟 然后我就买了早餐 去他家去送给他吃 难道这些不是你应该做的吗 这个不吵了好不好 吵也吵不清楚嘛 再吵下去还是个鸡同鸭架 接下来我们四位老师 就做一个同声翻译器吧 翻译翻译 你们这些话背后是什么 好吧 听听他们的建议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女生不是不想结婚啊 她是觉得暂时结不了婚 她不想结婚呢 是没有意愿 她其实挺喜欢你的 也打算嫁给你 但为什么暂时不能结婚 结不了婚呢 因为你的条件不符嘛 你现在还不符合她结婚的条件嘛 其实说来说去 她的一个问题很简单 她怕再受伤嘛 你怎么能保证她不会再受伤 你们两个人有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你们对安全感这个定义是不一致的 你说没有安全感所以我们结婚啊 这句话一听大家成熟的人都知道是错的 因为婚姻不带来安全感 有了安全感才带来婚姻对吧 你说结婚是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我觉得结婚可以是顺理成章的 但不是理所当然的 如果遇到的是一个对的人 他就是顺理成章的 如果他不是一个对的人 他当然不是理所当然的 所以不是因为有人喜欢了你 他就必须要跟你结婚 不是因为你觉得说我和你两人谈恋爱了 我想要娶你 所以我们就一定要结婚 没有这么一回事 失败的婚姻会造成一个很大的伤痕 导致了他遇到一些问题的时候 会过激的去想 如果这个问题再发生怎么办 如果我再受伤害怎么办 如果有了小孩之后 可能我连现在这样的生活都过不了 那个时候怎么办 他会去想这些问题 但因为你没有受过这样的伤害 所以你不会去想 只能说你没有站到他立场上 有这样的同理心去和他去想 思考一样的问题 而与此同时 他又觉得你不是那个 可以抚平他伤痕的人 因为你从来没有去告诉他 跟我结婚是一件很安全的事情 你没有表现出来 所以他会在看到你的时候 会感觉到 我相信他心里面 其实是有一个跟你结完婚之后的故事 都想过了 他会觉得是另一个悲剧的开始 对吧 让他点头 他早就想过了 所以你们两个人的问题 还是我说的那句话 你们对于安全感的定义是不一致的 你们没有共同去寻找那个安全感 听你们两个人聊天的方式是什么 两个人在玩跳跳板 要么就是我跳这一头 然后你就下去了 要么你跳这一头我下去了 你只责他他只责你 你们有想过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吗 他有一句话其实说的很对 结婚前你都做不到事情 结婚后你一定做得到 结婚前你想要劝这个结婚 那么大的推动力 都没能让你去减肥 没能让你放下游戏 凭什么你说我答应你这一句话 让他相信 结婚后你们去做到你 你们现在要去寻找的是某一个共同点 一个平衡的点 其实你有没有想过安全感是什么 安全感不是车不是房 安全感是为彼此所做的努力 让对方看到你做出的努力 所以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感情是在的 我希望你 因为他的伤痕的存在 所以你应该多做一些 你在结婚之前在求婚之前 你定一个目标 比如说我要瘦二十斤 等你瘦下这个目标之后 等你借游戏借了半年之后 你再去跟他求婚 那个时候你就可以理直气壮地跟他说 我可以给你安全感 其实有时候就那么简单 就这样 好 谢谢陆琦老师 李坚成女士 你们好 你们两个人之间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没有信任 信任不够 而信任不够导致的最终结果是什么 两个人没有相互的依赖感 因为我不信任 我不敢把自己全部的心扉敞开给你看 所以没有依赖感 那就很难有最后的结果 而且你们两个人结婚的目的不同 就对待结婚这件事的观点 出发点就不同 男生你坦率地说 你其实只是为了结婚而结婚 而不是说我只因为他我才想结婚 那女生同样 我不是说我不想结婚 我只是因为他才不想结婚 就这两点摆在这儿 就是一个非常理化的事 所以我觉得你们把这些问题梳理好 再去考虑未来 而顺着刚才陆琦老师说的那句话说 我们不要把解决问题的方法留给未来 什么意思呢 不要意思说我们俩结婚就好了 我们俩有个孩子就好了 总是想着未来一定能好 可是现在呢 现在都好不了的 未来没办法给你答了 爱情是谈恋爱的必要条件 我们两个人相爱 但是不是结婚的充分条件 谈恋爱是一道文合题 我们只要有怀力的词早就够了 可是结婚是什么 结婚是一道理合题 它需要三观同评共振 合并同类相 我们才能把这道题解开 所以现在谈结婚为时尚早 二位好好梳理一下自己对待 这段感情的态度吧 好吗 好 祝你们幸福 谢谢 其实很难想象一个女人会说 我不想结婚 甚至于不要孩子 其实问题很关键的点 并不是这两个名词 而最关键的是 刚才女孩说了 你不够成熟 哎呀 你肯定不同意 我三十多了 我怎么不成熟啊 对不对 那就好 如果考验你是否成熟 就要从玩游戏开始 喜欢玩游戏 对吧 几乎每个男人都喜欢玩游戏 因为游戏可以带给我们娱乐 减压 甚至于是一种社交的属性 对不对 但是成熟的男人 他一定合理的去安排 自己游戏的时间 因为他知道什么事情 对他最重要 你的女朋友 对你的玩游戏非常反感 他反感不是你玩这个动作 而是你没有合理的规划 甚至于影响了很多 他未来可能会对这生活 失去信心的因素 比如说你居然冲了一万多块钱 很简单 女生会把一个点跟你来做对比 就是说 你送她的关键的礼物 才是一块小颗粒 这个明显重要性 你就知道了 而且你可以帮朋友去充值 他会想未来生活当中 我怎么去规划我的财务 所以 不是不让你玩游戏 而是让你会成熟的去玩这个游戏 明白吗 所以这一点上 你心智是不成熟的 他哪敢嫁给你呢 对不对 女生呢 其实也有问题 你没有行动啊 你只是把条件说 我不能和你短期之内结婚 我和你之间不能要孩子 你把几个先决条件 变成了两堵墙 堵在了你们当中的这个位置上 你也没有主动地去 帮他做什么事情 对吗 比如说他玩游戏 你就要去聚会 他玩游戏 你就去跟 力性男同学去聊天 那你在这件事上 也没有付出 你应该去做的事情 你们的未来谈什么呢 对不对 所以说如果真是 你们两个认可对方的话 那一定要主动地去付出 你要做到成熟地去 显示出自己 有这个能力跟你结婚 而你要真正喜欢 这个男孩的话 就要用你的行动 去努力去争取 你们未来的人 好不好 就这儿 好 谢谢曲总 你上来就来了一句 莎士比亚的名言 你再说 没有什么 你更多 你们就要做 你看 什么 我不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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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人都想有一个特别好的未来 但是两个人都不愿意从此深做起 总是说 如果你往前卖衣服 生活就美 但是真的想要生活美 卖皮衣服应该是自己 谢谢两位 谢谢你们 来 请关门 我愿意相信女生是爱男生 我愿意相信男生是爱女生的 我愿意相信他们今天说的一切的话 都是发自内心的 如果基于此 我希望他们愿意为这段情感 再做出一些努力 也就是靠自己的力量 推着这段感情 试着往前再去走一步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现在请拿起手机 下载金鱼UP和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 金鱼APP天津FTV 网络电视 外星达手机客户端 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 来吧 看看这两位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请开门 好 好 好 相处是过程 相爱是关键 祝二位呢 永远相爱 携手不弄美丽一山 谢谢 说得特别有哲理 好好相处 好吗 谢谢许总 来 请回 请回 来吧 两位 我们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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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